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飞之鸟死于贪食 深潭之鱼死于香饵 不该获取的东西盲目地贪穷 只会自讨苦吃 人贪了这三样东西 一辈子就白忙了 一 贪图便宜 蔡根坛说 不求非分之福 不贪无故之货 最可靠的东西是汗水换来的成果 最靠不住的东西是欺骗得到的财富 世间万物自有因果 若是不劳而获 上天岂会袖手旁观 俗话说 贪小便宜 吃大亏 历史上有这样一个著名典故 齐国和鲁国是邻居 表面上友好来往 其实都恨不得吞并对方 有一天 管仲向齐桓宫献策 即日起 齐国的王公贵族只穿鲁稿 鲁国生产的一种绢布 制成的衣服 齐桓宫采纳这项建议 和众贵族一起穿上了鲁稿做的衣服 很快 齐国人以穿鲁稿为荣 形成一股热潮 管仲又下令禁止齐国人织稿 所有布料全从鲁国进口 一时间 鲁稿供不应求 价格猛涨 鲁国人见织稿有利可图 一窝蜂地开始织稿 过了一年 管仲突然下令 停止进口鲁稿 任何人不得从鲁国购买纺织品 这下子鲁国人傻了眼 鲁稿堆积如山 再也卖不出去半尺 更糟糕的是 鲁国人忙于织稿 导致农田荒芜 粮食严重短缺 鲁庄公没有办法 派人到齐国去采购粮食 管仲趁机提高粮价 几乎掏空了鲁国的国库 鲁国从此一蹶不振 最后鲁庄公被迫签订了 遵奉齐桓公的协议 齐桓公因此对管仲称赞不已 管仲则说 与其说臣的方法巧妙 倒不如说是贪心导致鲁国人自困 当一个人被眼前利益所蒙蔽的时候 怎么还能看到更远更深的利弊得失呢 浙江有一对情侣 男方是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实习生 女方是貌美的笑花 两人本来能凭实力做人生赢家 但他们嫌踏实工作前来得太慢 他们发现色情市场利润可观 便拍不雅视频卖给客人赚钱 一段时间后 他们由兼职转为全职 一门心思卖不雅视频 没多久他们赚了53万 还买车买房过得乐滋滋的 常言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当他们乐开花的时候 惩罚再向他们悄悄靠近 国家严厉打击色情 他们终于锒锅入狱 面临他们的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及高额法金 今天我又拯救了世界说 作死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只需要静待结果 生活中不乏喜欢占便宜的人 明明可以好好开车 偏要插队堵路 明明可以公平交易 偏要缺金短两 明明自身优秀 可以打出一片天 偏要走捷径 行歪路 以运气迎来的东西 最后会凭实力失去 你以为占到的便宜 最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偿还 便宜莫贪 竭尽莫走 不然这一生只会白忙活 二 贪恋舒适 为什么玄奏法师能成功取经 最大的原因是 玄奏法师走出舒适区 迈向风雨兼程的路途 他说 宁向西天一步死 不向东土半步生 正因为这份莫大的勇气 令他历经磨难 抵达西行的目的地 纳烂陀寺 并带回大小乘 佛教经律论 共五百二十夹 名流千古 青年时 固然要顽强拼搏 人到中年 也绝不能闲下来 有句话说得好 人一闲就废了 生命在于运动 要是静止不动 问题只会接踵而来 认识一位八十岁的老婆婆 她精神绝朔 全无老态 一番交谈之下 才知道她的秘诀是 经常劳动 退休后 她不甘于每天 打麻将看电视 天天沉运 挥洒汗水 家里大小事物 她一手包办 女儿要请终点 她坚决不肯 她说 我是辛苦命 要多动身体才健康 不动就生病 煮饭 洗碗 拖地 洗衣服 她天天干 越干越精神 人又有谁不是辛苦命 孟子里说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年轻人不拼 人生永远如一潭死水 缺乏阳光和彩虹 中老年闲着 生活平淡地像白开水 身体机能会退化 忙能治愈一切矫情 一切寂寞在行动中会化为动力 古人折服绝不肯闲着 或终日读书 或挥洒笔墨 或作诗自愚 种花也好 跑步也好 身体和心灵 总得在路上奔跑着 动起来 精彩在前方等你 三 贪求名利 见过很多盲目攀比的人 有了宝马 眼红别人开着劳斯莱斯 穿着名牌 又嫉妒人家的限量版 他们处在求名求利的漩涡中 终日跟人比较 求不得 辗转反侧 求到了 寂寞空虚 瓦尔德嘲笑这类人 他们的生活不过是相互模仿 连欲望也是抄袭来的 名利只是身外物 过分盈求 只会因小失大 有一个年轻人 想娶一位姑娘为妻 那位姑娘的父亲说 我女儿在二十岁 会许配给京城最出名的武士 年轻人心急娶妻 拜师后 他频频找人比武 每次都惨败收场 师傅看着伤痕累累的他 笑了 你呀 为了出名就到处找人比武 没有踏踏实实的练武 这样下去 你只会被人嘲笑一辈子 年轻人惊醒过来 摒弃名利 潜心苦练武技 两年后 年轻人武艺大进 很多挑战者 被他轻易打败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姑娘的父亲很欣赏他 把女儿许配给他 俗话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 虚名再大 仅仅是外衣 实力才是王道 强大的人 有自己的活法 不需要跟人盲目比较 老是跟人攀比 只会身心疲累 毁掉属于自己的幸福 贪求名利 会令人迷失自我 失去做人的主心骨和自我意志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无关 走自己的路 你有你的精彩 何必与人斤斤计较 比来比去 张伯行 困学路极脆说 心无私欲 自然会刚 人无邪念 自然会正 生命的质量 不在于物质多少 而在于心是否知足 放下无畏的欲望 为人生减负 内心便多了很多欢乐 这便是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许多古代思想家 主张顺应天道 顺应天地万物 自身的规律 这规律也在人的欲望 和物质之间 起着至关重要的 平衡作用 《道德经》说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甜烈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行防 人要控制自己的欲望 太过贪婪会失去更多 古时候楚怀王 因为轻信张仪 贪图秦国的商鱼之地 便在外交上远其尽秦 使得楚国国力大减 此后 他又轻信秦王赴五官之约 导致自己被扣 客死一乡 菜根坛中有句良言 非愤之福 无故之祸 非造物之吊尔 及人事之激景 俗话说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不是自己该想的福气 不是自己该得的东西 最好还是三思而行 所以庄子说 圣人安其所安 不安其所不安 众人安其所不安 不安其所安 违反规律 违反本性去追逐外物 难免会陷入欲望的陷阱 日夜不得安宁 常言道 知足常乐 与其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如清醒一些 守住简单的生活 不占便宜 是一个人最大的精明 顺应天道 不争而成 福气自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